地雷炸斷大象腳,三噸巨獸,博二支 通尼扎和大象鬼那麼friend 但是泰國其實有不少大象被人暗瓦底捉了去做孤雷 一輩子在搬木頭 最深說的是有些象還成為戰爭遺禍的犧牲品 50歲的黑工象莫叉娜 99年在泰國緬甸邊境踩中地雷 左邊前腳炸到開花,獸醫唯有鋸感一折 罪斃牠成三噸重,死撐下去,右邊腳遲早都摘斷了 熬了七年,終於被送去全球第一間大象醫院 創辦人專門拯救種地雷的象 他和獸醫成功幫莫叉娜裝上史上第一隻大象耳枝 令他過回行得走得的日子 最近莫叉娜又換了第三次假腳 這隻相信會比以前更容易 而他和醫院創辦人的故事 更加被拍成紀錄片《The Ice of Titan》 成功引起世人對地雷和大象的關注 還獲得10個紀錄片獎